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雷米的代表作《心理罪》 对,就是最近热映的电影《心理罪》的原著小说 如果您看过电影,您大概还记得方木,那个孤僻怪异的天才 用犯罪心理画像术协助警方破获了吸血鬼连环杀人案 但是,在原著小说中,方木随即卷入了另一起更加血腥的连环杀人案中 六起经典犯罪案例的重现,七个人无辜去世 这一次,凶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与方木一较高下 犯罪学天赋,究竟是玄弧济尽尸的妙药,还是波萨死亡的死神 接下来,请跟随我的声音,回到犯罪现场 厨房的灯亮了,一个男人向着无头苍蝇似的冲进来 砰,砰,砰 柜子被一个个打开,他似乎在寻找什么 牛奶,他看到了一瓶牛奶,就是这个 他把牛奶倒在玻璃杯里,转身走向客厅 右手上多了一把菜刀 冰箱门依旧开着,一阵阵地往外冒着冷气 一个女人晕倒在地板上 男人蹲下来,解开她的上衣 寒光一闪,菜刀砍向了女人的胸膛 2002年3月14日 即使洪园区台北大街83号 明珠小区32号罗斯林2号居民陈某被杀死在家中 死因为机械性窒息 死者上身赤裸,下身一无完整 没有性侵犯的痕迹 死者在死后被凶手开膛 所用的刀具遗留在现场 是死者家中的一把菜刀 现场发现一个杯子 里面的物质为死者的血液和牛奶的混合物 方木看罢 把案件材料还给刑警队两台尾 收到 吸血鬼 没错 吸血鬼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即使连续发生多起入室杀人案 被害人都围25岁至35岁的女性 尸体被开疼破肚 现场有凶手引下死者血液的痕迹 台北接过材料 对方木说 对 大家都说他是吸血鬼 然后呢 台北期待的可不仅仅是这三个字 他来找方木是想得到凶手的画像 犯罪心理画像术是一种侦查手段 通过犯罪现场的相关线索 对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行为习惯 绅士背景等进行描画 这项技能需要长时间的专业训练才能掌握 而且其意见并不是科学结论 只能作为参考 在计时范围内 掌握该项技能的人寥寥无几 技大犯罪学系研究生方木 就是其中之一 方木耸耸肩 然后 我怎么知道 台北脸上显著不悦的表情 极力忍住自己的情绪 他想起别人对方木的评价 内向 自闭 不爱说话 犯罪学天才 怪我一个 如果不是看中他在洞悉犯罪方面的天赋 台北才懒得跟方木打交道 台北也怂怂肩 故作轻松 然后恭敬地说道 我们办案遇到点困难 你能不能提示一下 给点意见 方木说 嗯 那要带我去现场 台北答应了 把方木带到现场 尸体被开膛破肚 瘫在客厅里 方木进去才几分钟 便忍不住剧烈呕吐 突然 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快 快点去找 还有一个被害人 是个女孩 台北皱起眉头 你怎么知道 方木怒斥 要我现在解释给你听吗 少废话 赶紧走 她可能还活着 方木推断得不错 确实还有一个小女孩 不过 警方找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死了 尸体被塞在一段水泥管里 胸腹同样被剖开 尸体旁边的矿泉水瓶 装着红色的粘稠物质 是血 现场陷入一片死寂 大家沉默不语 男性 方木突然开口说道 声音嘶哑 年龄不超过三十岁 很瘦 不修蝙蝠 她有严重的精神障碍 血液对她而言 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 在全市范围内 查找在近五年内 因为患血液类疾病 去医院救治的人 第二 在全市的医院中 寻找近三年来 接受过输写的人 尤其是那些非必要 却主动要求输写的人 台卫把这几点 记在笔记本上 又问 你怎么知道 还有一个被害人 扣子 在第一现场 有一枚卡通图案的扣子 死者大约三十岁 不可能是她的 另外 死者虽然被开膛破肚 但是现场没有发现 死者被凶手喝下血液的迹象 这说明 凶手一定找到了 更加有吸引力的血液 台卫不解地问 什么叫更有吸引力的血液 方木看了她一眼不耐烦地说 我说过 凶手有严重的精神障碍 她杀人 只是为了喝血而已 方木想当个普通人 但已经不可能了 她早已见识过这个世界的残酷 经历过撕心裂肺的痛苦 她的书包里 常年放着一把军刀 那是上个悲剧事件的遗物 这把军刀 时刻都在提醒她 你已经失去了 天真和浅薄的资格 就在方木在图书馆查找资料的时候 台卫打了电话 说一名高中女生失踪了 有目击者称 她曾和一名瘦弱的男性走在一起 台卫猜测 这又是吸血鬼 方木说 我想 她应该打算饲养一些血源 凶手作案的周期是二十天左右 但这次还不到一周 台卫忍不住打了一个寒警 居然有人会把活生生的人饲养起来 需要的时候就像宰出宰羊那样杀掉 然后吸血 事不宜迟 警方迅速行动 他们选择精神病医院作为突破口 查找近五年来 因妄想症前来咨询 或者入院治疗的人 尤其是那些妄想内容 与血液有关的人 很快 他们就有所发现 嫌疑人叫马凯 男三十岁 父亲和哥哥因为贫血相继去世 马凯因此患上了妄想症 坚持认为自己的血液也有问题 他经常要求医院给他输血 并有生饮动物血液的事迹 警方马上展开抓捕行动 顺利将马凯缉拿归案 在他家中解救了被绑架的女高中生 马凯对案情供认不讳 他坚称自己是为了自救 至此案件搞破 突然间方木成了天才 一封警方的表扬信寄到学校 校长在全体大会上亲自表彰 怪物方木突然变得炙手可热 成了大家想要结实的对象 至此甚至笑话邓灵月 也对方木偷了爱慕的目光 另外方木和台伟也成了好朋友 台伟一直想拉方木进警队 每次都说来当警察吧 方木兴趣不大 也每次都说不 总之案子告破 大家都很高兴 但没等大家放松放松精神 新的案子就来了 这一次发生在极大校园里 校足球对手门员屈尾强 和女友王倩在出租屋内被杀 凶手把屈尾强的尸体 拖到足球场 砍下双手 放在球门立柱边 王倩生前遭受性侵 肢体被肢解 又重新拼成人形 弃于出租屋内 手法如此残忍 警方原本以为凶手和被害者 肯定有深仇大恨 但是经过排查 被害人社会关系简单 人缘颇好 没有仇人 时隔不久 济大又发生了另一起命案 一位教工在校医院输液时死亡 经检查 调皮内被人混入了大量的海洛因 作案手法独特 凶手动机不明 警方一头无水 这一天 方木突然被叫到心理咨询室 方木刚到 图书馆孙老师正好开门出来 方木点了点头 推门进去 发现屋里除了自己的导师 乔允平教授 还有几位警察 乔老师指着桌子上的卷宗问方木 你怎么看 老师居然询问他的意见 令人诧异 乔老师好像看出了方木的顾虑 又说道 让你说你就说 缺合你对被害人的了解 这些都是我学生 他挥挥手 把几个警察囊括进去 原来如此 方木把自己的分析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凶手应该是屈尾强的情敌 出于忌妒 他把守门员最重要的器官手 砍下 放在球门两侧 他把王倩分尸又拼到一起 带有强烈地重塑该女生的意识 乔教授点点头 只是有一点我看不懂 方木若有所思地加了一句 卷宗里说 王倩胸口插着一支注射器 一位警察点点头说道 这也是我们想不明白的地方 还没等他们想明白 又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被害者是一位技大教授的幼女 此案警局交给了台伟 台伟和方木都嗅到了一丝异样 短时间内连续三期 应该不是巧合 果然在综合比对三个案件后 方木发现了内在逻辑 守门员案中的注射器 提示了下一期案件将在医院发生 医院案中 警方在死者包里发现了 明显不属于她的日语原本色情漫画 含有大量信虐情节 而技大教授的幼女正式被虐致死 这是典型的炫耀智商性犯罪 凶手似乎在和警方玩杀人游戏 凶手没给方木多少时间 第四、第五起案件接踵而至 第四件非常血腥 地点在技大综合教学楼404教室 保安者在当时较暗的光线下 还以为死者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按两电灯后 才发现那是一个被剥了皮的人 死者身边还有个塑料男模特 穿着被剥下来的人皮 第五件被害者是技大外教 美国人 尸体在农村的猪圈里被发现 手握一张崭新的五英镑钞票 等方木和台尾赶到的时候 尸体已经被朱啃得面目全非 两案都留下了线索 提示下一案的某个特征 另外 方木还发现了一个规律 守门员案 案含数字一 因为一般而言 守门员的号码是一号 医院案发生在第二诊室 案含数字二 教授幼女的尸体被装在一个阿迪达斯的纸盒子里 而阿迪达斯的标志是三叶草 人皮案发生在404教室 朱卷案死者手握五英镑纸壁 可以肯定 下一期案件还将发生在极大 和朱卷案的线索密切相关 而且案含数字六 第六阶梯教室 男生六社 第六跑道 六号球场 从某个角度来说 这并不只是连环杀人案 而是一场考试 凶手出题 等待方牧和台卫作答 到目前为止 两人把所有题都答错了 更为糟糕的是 这场考试好像是特意为方牧安排的 在朱卷案后 方牧猛然发现 凶手的作案手法并不是原创 而是模仿犯罪史上的著名案例 比如朱卷案模仿查理梅森 守门员案 模仿理查德拉米雷斯 现在来看 当初被忽略的许多细节都变得极富深意 比如 方牧宿舍门口的五角星 守门员案发生后 方牧宿舍门口被人画了一个倒转的五角星 当时谁都没有在意 但现在方牧明白了 那是杀人狂理查德拉米雷斯的标记 台卫试探心地问 他是冲着你来的 方牧点点头 我会是第七个或者第八个 七的可能性大一点 台卫看着方牧不知如何大话 他在讨论自己的生死是镇定的可怕 方牧接着说 我是个心理画像者 大概 他想跟我来一次心理上的较量 而在心理学上 七被认为是一个具有魔力的数字 人类历史上很多奇妙的事物都与其有关 台卫碰碰手里的枪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方牧无所谓地笑笑 希望如此吧 不过能活到现在 老天已经很照顾我了 台卫觉察出话里有话 再带询问 方牧却一言不发 认真看起卷宗来 最近 方牧天天泡在图书馆 恨不得把犯罪学的书看个遍 人类真是种可怕的生物 杀害同类的方氏 庆祝难输 方牧调查的重点在五英镑纸币上 死者是个美国人 没去过英国 身上不太可能出现英镑 应该是凶手故意留下的线索 方牧着重寻找和英国有关的刑事答案 相关资料浩如烟海 比起安静如城的图书馆 校园的其他地方显得躁动不安 专案组正在进入校园 教学楼里 食堂里 宿舍楼里 图书馆里 到处都能看见警察 一切和六相关的地方都被封锁起来 象牙塔终于褪去了温情默默的表象 显露出隐藏很久的猙獰面目 但是学生们依然单纯 在如此紧张的时刻 学校原定的大型文体活动 居然照常进行 省篮球队如期来到校园里 和校队打一场友谊赛 校队队长刘建军兴奋异常 这正是他大出风头的机会 他准备好好表现 一鼓作气 现场向校花邓灵月表白 其实 邓灵月更喜欢方牧 不过方牧似乎对女生没什么兴趣 或者说 对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没什么兴趣 同学中 他只会主动接触孟凡哲 一个有严重点名恐惧症的人 两人都有心理问题 算是同兵相连吧 篮球果然是刘建军的拿手好戏 扣篮过人远射 每一次高光时刻 他都向拉拉队里的邓灵月飞吻 赢得观众阵阵起哄 散场后 热闹的篮球馆安静下来 刘建军让邓灵月留意一下 正当刘建军决定表白时 突然有人冲进来了 来人一言不发挥动锤子 当头一响 刘建军隐身而道 邓灵月看不清他的脸 但凭直觉就知道 那是传说中的杀人狂魔 邓灵月转身就跑 可是杀手急步上前 一把揪住了邓灵月的头发 另一只手高高扬起 又猛地挥下 刚刚洗过的湿滑头发 在他的手里猛地抽了出去 本该落在头上的锤子 狠狠地砸在了邓灵月的肩膀上 邓灵月疼得倒抽一口凉气 脚下依然摔倒在地板上 邓灵月恐惧地向后挪 手脚并用 求求求你别 杀手漫步向前举起锤子 住手 一声怒吼猛然响起 随即砰的一声 一颗子弹擦着杀手飞了过去 杀手一惊抬头望去 两个身影正飞快地跑来 他来不及多想转身就逃 两个人赶到邓灵月身边 其中一个留下 另一个踢着枪追去 邓灵月感到有人把自己辅佐起来 软软地靠在这个人身上 伤到哪儿了 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扭过头一看 是方木担忧的脸 他费力地换成柜子 让邓灵月靠在自己的怀里 同时腾出一只手 抽出一把锦刀 碰 外面又传了一声枪响 方木和邓灵月不约而同的全身一震 可是很快周围又恢复了安静 杀手还是跑了 他显然很熟悉体育场周边环境 三拐五拐就与台卫拉开了距离 消失在夜色中 两位受害人都没有死亡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回到警察局台卫对方木说 你说对了 果然是约克郡屠夫 彼得萨特克里夫 英国人 在1975年至1980年间 杀死了13个女人 被称为约克郡屠夫 其杀人手法是 先用铁锤猛击被害人头部 然后用螺丝刀猛刺被害人的胸腹部 之前方木在图书馆查找资料 推断凶手的下一个犯案手段 应该会模仿约克郡屠夫 于是根据约克郡屠夫的作案特征 警方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可以说布下了天罗地网 尽管如此 凶手仍然差一点得手 警方预先没想到 刘建军会单独留下邓灵月 不过这次行动给了警方大量信息 离凶手又进了一步 依照台北对凶手外形的描述 警方在校内展开了排查 重点关注 有可能知道刘建军表白计划的人 另外 这次行动还产生了一个后果 台卫没少拿来和方木开玩笑 那就是邓大小姐跟定方木了 在照顾邓灵月期间 方木也渐渐打开了自己的内心 两个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这段时间 凶手似乎消失了 没再犯案 有人认为他已经罢手 但那个死亡的五角星标记 让方木并不敢放松警惕 有一次 方木带邓灵月参观学校的地下监狱遗址时 不知怎的 他忽然想起前女友陈希 想到最初的心动 想到从前的种种 想到最后的死别 陈希被害的场景是方木永久的梦魇 当初凶手为了折磨方木 竟然杀害了无辜的陈希 而现在 方木不想救世重演 他抱着邓灵月 愤愤地想 直接冲我来吧 不管你是谁 别再伤害无辜者了 请冲我来 似乎听到了方木的内心 杀手果然单刀直入 袭击了方木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 那个人居然是孟凡哲 他曾经唯一的朋友 一晚 方木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宿舍门传来 硬无刻画的声音 是谁 方木屏住呼吸 默默抽出军刀 门上的声音戛然而止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 走远了 方木脑袋一热跳下床 提着军刀开门冲出宿舍 刚要喊一声站住 却发现孟凡哲站在不远处 背对着他 不知道在干什么 方木松了口气 孟凡哲 你怎么在这儿 猛然间 孟凡哲好像听到 谁在骂他一样 一下子扭过头来 方木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孟凡哲双眼通红 呲牙咧嘴 缓缓向他走来 孟凡哲 你怎么了 你 怎么了 方木话音刚落 孟凡哲就猛扑过来 一仰手伸出一把材质刀 方木向后一跳 刀片贴着自己的脸滑下去 顿时鲜血之流 孟凡哲 你疯了吗 方木的话没有任何用处 孟凡哲反而展开更疯狂的攻击 方木用军刀格挡 渐渐不至 幸亏台尾及时赶到 他为了保护方木 一直待在附近 台尾迅速制服了孟凡哲 后续尽力也陆续赶到 方木受了一点皮外伤 并无大碍 几天后 他得知 警方已经破了几大连环杀人案 他们认为凶手正是孟凡哲 因为孟凡哲的生物学特征 和犯罪现场采集的标本相符 而且在寝室发现大量物证 足够定罪 抓案组成员纷纷立功受伤 特别是台尾 被省部级领导亲自驾驾 但是当台尾拿着好酒找方木 一起庆祝时 方木大骂 愚蠢 凶手根本不是孟凡哲 你们瞎吗 台尾一头雾水 人证物证俱全 况且 他要杀你啊 还不是凶手 不 他是被人操控的 袭击时 他处于催眠状态 一定是某个心理医生 你们办错了 这是草菅人命 台尾冷冷地看着方木 抽了一口烟 缓缓地说 你是不是以为 世界上只有你一个聪明人 其他都是傻子 台尾扔了烟头 转头就走 想到什么又转身回来 王老告诉你 孟凡哲已经死了 畏罪自杀 鉴于凶手已死 我们决定撤销案件 案件可以结束 但死亡没有尽头 孟凡哲死后 接连又发生了 两起非正常死亡案 第一件的死者 是孟凡哲的母亲 国安机关认为 他是悲伤过度 诱发心脏病而死 事件报告 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方木知道 这是谋杀 就在案发前 他刚刚接到 孟凡哲母亲的电话 说他儿子被人控制了 第二件的死者 是邓灵月的闺蜜 尸体被拴在 学校游泳池第六永道 杀手完成了 未尽的六号案件 留给方木的线索 是死者衣服里的残职 后经鉴定 是语文课文火烧云 出自萧红的小说 《湖兰河传》 方木通读了《湖兰河传》 但毫无头绪 他想求助乔教授 可是惊讶地发现 乔教授失踪了 他教授的犯罪学课程 也暂停了 就在方木一个人 在图书馆 冥思苦想的时候 台卫出现了 他双手合适 做出道歉的动作 我错了 我们抓错人了 凶手 还在消耀法外 方木连忙拉着 他走出图书馆 台卫没等方木 开口抢先说道 先说好 只是我个人觉得抓错了 局里仍然没有法案 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 甚至不能让同事知道 我还在追查 我可是凭着善良和正义感 才来找到你 方木白了台卫一眼 这个大言不惭的家伙 两个人约定 晚上一起讨论案情 然后台卫就疯疯活活地走了 方木回去上课 他接到通知 乔老师的犯罪学课复课了 但谁都没想到 图书馆的孙普老师 居然出现在讲台上 孙老师面带笑容 眼神有意无意地看向方木 骤然放出一阵阴冷的光 凌厉无比 连微笑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孙老师讲得很好 旁征博引 诙谐幽默 不经意间 他透露出自己是乔老师的学生 讲课时 孙老师还不时提出问题 点名让同学回答 终于 方木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第七道题 请方木同学来打 孙老师走到方木身边 扶住方木的肩膀 这第七道题 最后一题 不知道 你会不会做呢 方木感到全身的血液 呼的一下都窜到了头顶 是他 下课后 孙老师不见踪影 方木直奔图书馆 一切都说得通了 孙普是犯罪学出身 了解历史上的著名案例 有能力模仿作案 学校心理咨询师就在图书馆 孙普也是负责人之一 孟凡哲一定找过他接受治疗 所以 点名恐惧症才一度好转 后来 孙普因为第六件案件失败 才操控孟凡者当烟幕弹 转移警方视线 至于作案动机 刚想到这儿 方木已经来到心理咨询室 他推门进去 发现里面有人 是一位高级警官 来得正好 正要找你 我问你 最近见过台伟没有 方木心里想着台伟 嘱咐他的话 不能让我同事知道 我还在追查 警方见方木一言不发 摇摇头 我再问你 游泳池一案的线索 是不是忽兰河串 那你知道忽兰大道吗 老一辈的警察 都对他印象深刻 因为他只杀警察 话音刚落 方木的脑袋就炸开了 台伟出事了 原来 孙普也是一个 出色的心理画像者 当年 他也曾帮助警方 破获多起案件 年纪轻轻 就声明确起 毕业后 他留校任教 在乔教授大力提携下 顺风顺水 现在还保持着 几大最年轻教授的记录 只可惜 在后来的一起案件中 警方按照孙普的画像 抓错了人 把无辜者抢毙了 很多人因为这件事 都受到了牵连 有被判刑的 有被撤职的 从此警局定下规矩 禁止使用犯罪心理画像术 孙普被降级处分 只得委身图书馆 这么多年 方木不难想象孙普的激愤 当方木因为破坏案件 被校长表扬时 这种愤怒就有了一个发泄对象 孙普要的 就是和方木一较高低 方木知道孙普现在在哪儿 学校只有那个地方适合杀人 地下监狱 来不及通知警方方木 便赶到了现场 一号监牢 二号监牢 如果不出所料 台委就在七号监牢里 当然 还有别的东西 在七号监牢里等着他 一把警用六四十手枪 欢迎来到七号监牢 孙普在枪筒后面 对着方木微笑 七号监牢里 有个铁制十字架 台委被靠在上面 嘴上贴着一块黄色胶带 此刻 他正盯着方木拼命扭动 嘴里却呜呜地说不出话来 孙普故作惋惜地 轻轻叹了一口气 怎么 想跟你的朋友打个招呼 还是想恳求他救你出去 可是我们的英雄 恐怕也自身难保呢 你说呢 师弟 方木盯着他 这双眼睛刚刚还在教室里闪烁 冰冷的寒意盖着一层笑容 让人不易察觉 现在原形笔落 几周前老乔也想救他 开玩笑 就他那把身子骨 我本来想留到今天一起烧给你看的 结果老头命太脆 昨天就死了 就在那儿 脑袋里有一句黑乎乎的东西 方木刚才还在猜那是什么 现在 不用猜了 等会儿也让你躺那儿 一起烧掉 听说老乔最喜欢你 正好让你俩搭个伴 方木知道 孙朴试图激怒他 因为他也正想这么做 方木故意说 你在妒忌我 妒忌我比你厉害 比你聪明 比你努力 比你善良 你给我闭嘴 就在这时 方木一抬手 军刀向孙朴飞去 孙朴一边躲闪 一边砰砰两枪 全没打中 方木躲到了六号肩房 一堆没人要的家具 摆在了一面 孙朴来到六号肩房门口 举着枪 很好师弟 动作很快嘛 你还记得孟凡哲吗 别看他平时蔫蔫的 发起风来 动作可是相当敏捷呢 这家伙居然害怕点名 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故意加重病情 到后来 只要有人叫他的名字 他就表现出 强烈的攻击性 多么软弱的小疯狗啊 如果你没有把我逼急 我也不会把他弄死 是你害了他 方木的呼吸加重 死死捏住一根铁棍 故意弄出一点响动 孙朴瞬间闪进肩房 对着刚才发出响动的地方 开了三枪 就是现在 方木从旁边猛推一把 跌得高高的家具 跌落的家具 纷纷砸中孙朴 没等孙朴反应过来 方木一跃而起 铁棍重重地敲在孙朴头上 几天后 公安机关在孙朴的家里 发现大量物证 证实孙朴是系列 杀人案的凶手 并派专人去 忌大通报了案件情况 孟凡哲的冤情得以洗清 同时认定方木的行为 属于正当防卫 在乔老师的追悼会上 方木和台伟肩并肩 这一次 台伟继续说 来当警察吧 方木想了一下 回答了一个字 好 好了 这本书就介绍到这儿 关于这本书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方评论区 词正在乌老师